中國的軍演 環台軍演叫做什麼 叫做利劍 聯合利劍 他為什麼在10號結束 他真的不敢跟那個 肩並肩的美飛軍演撞到 美飛軍演11號開始 那不是說11號我才開始 我們演習前大概12小時 相關的海域就做管制 那你想想看 如果管制了 請問三東號怎麼回家 他在巴拉旺島那邊 整個往北距離 台灣最南部大概100多公里而已 那那個地方一管制 請問三東號怎麼回去 預留三東號要回母港的時間 當然要回去啊 不然繞半個地球會拋毛 沒有油 他不用半個地球 他再多開兩天就沒有 對 就沒有油啦 你看如果整個巴士海峽 開始演習管制 向北他要去通過宮古 再回去一次嗎 再回去一次嗎 所以他變得要繞很大 所以只有一個辦法 在10號趕快結束 趕快回去 他走巴士海峽那邊是距離最近 最快 距離最短 因為他的母港在榆林 在海南島 所以他必須要回去 那如果你再晚一天完了 人家開始演習了 你怎麼過去 欸 龐然大霧 這麼大一個航空母艦 還有一個戰鬥群 你怎麼過去 你過去人家正好在打那一艘靶船 你要變靶船嗎 所以他只有提早回去 但是其實中國的玻璃性真的很差 所以習近平馬上過去了 習近平馬上就 習近平到南部戰區 習近平到南部戰區 而且他講的話 他故意穿那個類似像軍服 叫中山莊 這不叫中山莊 那叫毛裝 我跟大家講 他穿的這個不叫中山莊 中山莊國父穿是立領 是立領的 你看我們以前 我們老校長蔣中正穿的 中山莊 立領的 他穿的這個是垂領 這叫毛裝 毛澤東想要穿中山莊 因為毛澤東太胖了 那脖子很難扣 所以他把這個領執做了改變 這叫毛裝 他穿這個衣服到 部隊去幹什麼 去看整個南部的艦隊 就告訴你說 不要怕 而且他有講話 習近平有說話 他說我們要高度政治 我們要思考和諧的處理 這個軍事的問題 靈活展現軍事的鬥爭 然後提高妥善應處 複雜狀況下的能力 堅決捍衛我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哇塞 他跟侯友宜可以結拜 你知道 這廢話二人組 你有本事講真話嘛 對不對 我們的家裡就是美國 我們要進租班手段 把美國驅逐出 我們的九段線南海 多痛快啊 你這樣講漢子一條有種 你講這麼多廢話幹什麼 後來 要做文章 後來在他們的外交部的發言 汪文斌還幫他美化 他說其實你們沒有聽懂 習主席的意思 習主席是說 中方對於美飛聲明的聯合聲明 表示沿著的關切強烈與不滿 中國對於南海諸島 及附近的海域 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 美飛聲明歪曲抹黑中方 正當執行海上的執法活動 你去啊 對 講得很棒 這個汪文斌講得好棒 習近平講得不好 你講得好棒 來 你的三東話過去 你就直接切到巴拉旺島 那是你九段線裡面的 直接切過去跟美國說 你犯規 趕快給我離開 你看是誰離開 所以我才講 中國在這一次 所謂的利劍演習裡面 是既不利 也不劍 那只能說 那個劍就是說 你真的去犯道眾怒 被人家趕跑 趕回榆林港 真是殺機不著18名 對